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实的手法贴近生活艺术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回归童年的记忆 田中是个纯朴迷人的小镇 漫游在乡间小镜 会发现许多可爱俏皮的猫咪 穿过可爱的摇桃彩绘猫艺术狼道 来到田中摇 这里是台湾桃艺家叶志诚夫妇一手创立起来 是彰化县唯一的柴窑传艺创育园区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田中摇创意园区 那老师你这里怎么会取叫田中摇 其实我刚回到自己的故乡创业的时候 田中里面设个摇 那当下想说这个摇名要怎么来称呼 那后来想想说 我的园区里面前面都是一大片的稻田 那想说既然是稻田的话 那是不是把它变成田中里面的摇 出生农家子弟的叶志诚父母务农为生 从小在稻草田玩耍 玩泥土就成了他的娱乐 高中顺理成章就读美工科 就此踏上桃艺这条不悔之路 那从小的是玩土江夏的孩子 那一直读到高中的时候呢 其实美工科当下还没有就是做桃艺 一年级是没有的 那刚到美工科的时候 一年是外地孩子 那到台中市去学桃艺 那个美工科 那因此之下 看到很多学长姐在做桃艺 那觉得蛮有兴趣的啦 那一个外来的孩子 到那边晚上也没地方可以去嘛 所以说接着说 桃艺好像蛮好玩的 那勾起了早时候一个回忆 我也很会玩啊 在田里面常常在玩土 那当下就开始想说 玩土是很简单的 那因此就开始捉摸说 问一下学长学姐说能不能下去玩这样子 那学说可以啊 那因此就是现在开始从事了一个桃艺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 叶志诚到吉吉的田兴瑶学艺两年 因挂念家中高龄父母 于民国八十一年返回家乡田中 并在儿时玩泥巴的泥土上 创立了桃艺工作室 回到自己的故乡是因为两年后 当完兵以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想说 父母的年纪大 那所以说可以就近的照顾父母 那因此再回到自己的故乡里面呢 创立了我的桃艺的工作室 那炒创之初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我就一台拉胚机 一台电鸟 那在十三平的空间里面 那开始做了一个桃艺的创作 这就是我们的腰炉啦 但是现在为了很多的环保因素呢 实际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要 变成烧无烟的方式 像我们这个传统柴雅有没有 因为它是用砖块的 它可能一个散热啦各种问题的话就容易消失了 那现在的是用铁皮的有没有 它的气热性很高 所以说我们一天之内就可以烧到一千两百多度了 柴烧就没办法 要烧三天四天 那就是用人力很辛苦啊 那柴烧就是每一次我们烧出来的效果上 是你没办法预期的 你没办法掌控的 那就像我们每次都期待说 初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就会非常有期望非常期许在那边 所以就是会增加我们的一个 对烧窑的一个严动力啦 叶志诚以大自然为师 将儿时记忆转变成创作题材 生活事物都成了他的灵感元素 那其实做陶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呢 有户股市 那有点温度 那能够有勾起你的回忆的 那田中里面什么东西最多 青蛙对不对 所以青蛙是田中的意象之一嘛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做 一个造型的一个青蛙 叶志诚老师向我们解释 淘土在经过高温烧制的过程中 会因为本身的特性 或受热不均而烧制失败 因此有些会采空心方式制作 现在是里面是空心的啦 空气包在里面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搓两个小眼球 要做他的眼睛吗 对 好 这样就是一只青蛙 没有 再来就是我们要在 没有看到地方要稍微轻轻的 把它挖一个洞 让这个里面的空气对流出来 烧的时候才不会爆掉 没有 完成了 是不是做很简单 做得好 做得精致 那你就会能够成为一个工艺家 那做得大家看不懂 那你更不得了了 你可以成为艺术家 叶志诚作品多样化 从小小的茶杯到大型淘气 都是他的创作范围 并结合多媒材组合 呈现多元制作方式的生活艺术 看到这些都让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光 那这些你的创作的理念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我在做大概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小时候的生活情形 因为有这些时候 其实我回到自己的故乡 从事淘气的工作 那我就到很多学校去教淘气的淘气 那发现说其实孩子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 那高级的以前 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上学的情形 那很多小朋友挑皮捣蛋的 有在玩的 有在帮你爱子我 钓个什么 橡皮筋的 都是把那片刻的记忆就涌现出来 那就想想那进来个展览的话 那是不是以这个小朋友当我的主题 那就是微风往事 那回到以前的年代 那在展览当下的话 这些作品很多的家长看到这些东西 他都是会心一笑 连那个嘴巴你知道吗 就自然就翘起来了 我们看到那个表情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回馈 那他就会跟孩子讲说 那你看爸爸妈妈以前呢 就是这样子生活过来的 没有穿鞋子的啦 调皮捣蛋的啦 像女孩子有没有 男孩子就是开始把男孩子 夹橡皮筋 橡皮筋有没有 那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那男孩子很喜欢他那个女孩子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明 所以用这些方式吸引他的注意 那当下女孩子他就不晓得说 因为他喜欢他 咬皮捣蛋 他认为他是调皮捣蛋 后来想一想说 就是这个过程 违红往事的过程 那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我们的生活情形 那所以说当下 我就到了很多学校教课当中呢 就在拍了很多学校的那个 天真的表情 那就变成开始慢慢我的创作风格 涵志诚一路坚持基本功 及创作风格 不断上进求取知识 先后取得大学学历和硕士学位 2021年更取得博士学位 创下首位陶艺博士 一切从十三平工作室开始 到如今的规模 叶志诚客服重重困难 获得台湾工艺之家等肯定 那我是第九届的工艺之家的平衔当中 获得那个朱龙 那工艺之家呢 其实他的认证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得到工艺之家认证以后呢 其实整个环境的改观 像我们这边产能工艺的话 他就有补助一些机会 帮老师重新塑造一个形象 那因此呢 很多游客进来的话 会发现说 这个空间上 就是有达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对我们的观感又不一样 现今智力培育多位 结出工艺新秀 一起从事陶艺的传承 期盼打造全国最长 最亮眼的陶公共艺术创作展示区 一开始回到我的故乡 从事陶艺开始 就开始在进行当中 那一直到前几年的话 有大概两三期的一个陪艺计划 那这陪艺计划呢 主要是说 对我们当地的陶艺 有兴趣的一个社会大众 或者社区的居民 来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 创作属于自己在地的特色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摇骚猫村 那所以我们居民呢 就是以猫为主题呢 来发想 那帮他们的创作风格和特色呢 就是由老师来帮他们的解说 及介绍及教导 让他们能够产生出 属于个人的一个风格特色的猫咪 那这老师里面在这边的话 每一期的话 将近大概都有100多个小时时间 那所做的作品呢 其实他们不能带回家 只是说他作品做好以后 有老师来我们帮他烧 那烧了以后呢 有彰化县政府这边 他们有在一个高铁站附近的沿途呢 我们会把他们的作品呢 呈现在我们的一个路边 把呈现出他们的特色 那并且把他们的个人的名字呢 标志在上面 那对他们就说 这是一个一方面是负责 那第二方面说 把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工艺性的作品呢 能够呈现给大众来欣赏这样子 叶志诚从小乐爱玩泥巴 三十多年来持续创作 田中瑶是他创作的地方 也是他栽培种子的原地 近年来更利用社区营造 大型的展场计划 让田中这块沙漠成为文化绿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